你觉得是演哪一个戏的时候 让你觉得好像找到那么一点感觉了 并且你相信 就是你可以在演这个道路上走 在演《狼殿夏》的时候吧 他也是演个意义上 我第一次以一个男二的一个身份 然后参与到一个剧里面 陪他走完了全程 然后那个剧让我整个人非常的痛苦 其实那个阶段是痛苦的 我认为是痛苦的 但是又让我很兴奋的一点受误 我认为我在那个剧成长得最快 就是从一个从零可能到了40分 到了50分 就是一个质的一个进步吧 在那个剧里面 我第一次认识到了拍戏是什么样子的 如何去面对一个镜头 如何跟对手产生一个沟通在演戏上面 所以那段时间是很难忘的 包括那段时间其实身心也很累 因为白天要拍戏 晚上回来要上表演课 会上得很晚 然后还要写那个表演心格 然后第二天又一早开工 当时也是有绷过一两次 就是哭着 然后边哭边写那个表演心得 但是其实当现在挺过来之后 你倒回去看 我真的觉得那段时间 我好感谢有那段时间 那段经历 其实你的内心比较倔的 挺倔的一个人 可能我喜欢去干我 我由衷地从内心发自我想去干 我就一定要去 听说你当时还挺苦的 也不能说苦吧 就是一个状态吧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的阶段是一个 新人的一个 非常青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于拍摄这个事情还比较陌生 对于演戏比较陌生 所以我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阶段的 特别的深色 然后有一种劲儿在身上 就是我管它 我不管这场要难不难拍 难不难演 我就先上了 就是出声牛肚 无法唬的那种感觉吧 你当时就是那场戏哭不出来 就会有那种很尴尬 有点那种感觉 你现在回想是什么感觉 我现在回想 依旧是提醒自己 以后不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是 因为一个剧组 一百多号人在现场等着 其实我不太能允许自己 我不太能允许现在的自己 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会很内疚的 但当下 确实也给大家 给各位老师带去了麻烦 确实带去了麻烦 因为在香格里拉拍 然后特别冷 晚上 如果《狼天下》上了 我觉得大家看到那个 应该会看到那一幕吧 在大草原上面 然后晚上十一点的香格里拉 下着雨 很冷很冷 非常冷 怀念那个时候 其实那种青涩的感觉是什么呢 其实在表演上面 它体现了什么 青涩的感觉 真 所有给到的都是最真实的反应 不会去预设 预想自己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样的反应 我要怎么去接他的话 我要有什么样的动作 所有当下的反应都是最真实的 都是身体激发的那一下当下的情感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最宝贵的吧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也没想到 《狼天下》会在 就是会 晚于我后面几个作品之后播吗 因为我当下以为它会是 最早播的那一个作品 但是我觉得对于影员来说 可能就是这样吧 就是 必须要经得住考验才可以 哪怕是我第一次拍戏的作品 但是它被放到当下来播 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也好 或者是怎么也好 我当然都接受了 因为我自己都是带着一个批判的眼光 去看我当时的一个表演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在以后 才能去规避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也记得就是好像 前一山导演说 当时你下戏之后会跟大家聊天 聊未来 聊定位什么的 我跟他聊的比较多 对 因为跟玉山姐 他就像一个姐姐一样 然后很 私底下很温和 但在片场的时候比较严厉 大家都比较怕他 私底下他会跟我聊很多 他会给我一些建议 就是对于演员这条道路上 然后我当时也会迷茫 也会问他 然后他也会给我解答 你记得他给你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认清自己当下在做什么 希望不要迷茫 就是怎么说呢 这些话听起来很大 但是其实当下我能明白 因为当下我确实有一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跟我说 你一定要知道你当下在干什么 你在拍这个戏 你是这个角色 那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就是 无论是你肖战也好 你摄影的那个集冲也好 就是你要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 我当时就觉得哇 这个问题不是哲学吗 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学的吗 但是其实你反复的问自己 我觉得这句话受用于任何阶段 包括我目前我也受用 小张为什么今天会在雨线 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接受采访 就是要问一下自己 然后过一下脑子 那你当时想的你未来会去哪里 完全不敢想 当时想的是可能 先把这个戏给拍完 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这个角色演好 不要辜负大家吧 我当时觉得 就是大不了回到就是 狼年夏那个时候 感觉那周 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 从人的本质来说的话 我比那个时候更强大 所以我怕什么呢 为什么你们那时候更强大 当然 无论是从演戏方面的认知度 感知能力 然后扛压能力 理所当然比那个时候强大 对啊 对啊